昂首迈进新时代 阔步踏上新征程 担负光荣新使命 树立远大新目标 贡献影人新作为 彰显影坛新气象 打开创作新局面 剖写光影新篇章 精彩近载 中国电影报道 电影新力量系列访谈录 接下来中国电影报道继续为您独家 推出中国电影新力量系列访谈 聚焦广大青年电影创作者的光影梦想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吴亦凡对表演的思考 身体力行让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能够真的让外国的朋友更加了解 跟喜欢上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古往初心坚持自己的演员梦想 记住你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牢记你的使命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你去摆正方向 吴亦凡独家做客中国电影报道 讲述他对表演的思考 首先艺人就是要得意双心 其实新游让大家看到了你演技的进步 同时也得到了很多的认可 我不知道这部作品对于你来说 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首先我觉得就是个荣幸 其实《季游记》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传统中国文化一样的故事 我觉得能够接到一个这样的剧本 就去饰演去诠释 这样这么经典的一个这样的人物 唐僧 本来我们今天也一直在说 就是怎么样能够去传承中国文化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是在做一个传承 在一个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个演绎的方式 去让更多人看到 这么有意思的一个 充满了中国色彩的一部影片 跟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让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说到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 其实你现在参与了很多 国际化制作的电影 比如说《极限客工》 不知道你在和外国的电影人 交流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更好地去讲好 我们的中国故事 更好地让他们了解 我们中国的文化 从自己做起吧 我觉得就小的事情做起吧 包括从学中文 包括到各方面推荐一些中国的电影 我拍过的中国的电影 然后跟他们讲一些 国内好吃的东西 有趣的事情 各种不一样的文化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 蛮有兴趣的 那我觉得以后 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这样去做这个 沟通交流的话 其实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就可以等一个桥梁 看看大家也能够真的让外国的朋友 更加了解 跟这个喜欢上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我认为这个是真的一个电影 给粉丝全世界的观众 大家可以享受这个电影 比如说像我合作的这个范迪采尔 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他就是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 也喜欢来中国 所以我就跟他经常聊 然后他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大家出去 出去走了一走 他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很有意思的是 他有儿子跟女儿嘛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学中文了一点 对 从小就抓起来了 因为他觉得 他自己也认为 中国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你也能够 发挥自己的各方面的优势 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个名片 对 努力 说到初心 你自己的电影梦想 或者说你做演员的初心 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 也有一个最后名 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也是不忘初心 初心其实我觉得 首先当然是因为 自己的兴趣跟爱好 那属于实在的话 那包括从艺 整个这件事情都是 其实是 首先是觉得 对自己的一个梦想 一个交代吧 我觉得 第二 我觉得就是 确实是希望 作为一个演员 真的是希望能够 留下一些好的作品吧 对 真正是一些 有温度的 有让人有共鸣的 观众 朋友会喜欢的一些 一些作品 再说说你打我兄弟这事儿 你有你的规矩 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 说到合作 其实你之前在老婆当中 有和风道合作 之后又有和周星驰 徐克这样的 著名的电影人合作 在跟他们合作过程当中 有哪些专业精神的一些细节 有打动到你吗 其实往往特别有经验 特别好的导演 我认为就会更加抓紧细节吧 对 就是从演员的表演 到整个这个故事情节 到整个包括片场 就是现场的一些拍摄的方式 各种吧都会更加的细致细腻 那其实作为演员来说 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进到这样一个剧组 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荣幸吧 对 真的是能够学到东西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的一言一举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人 是 我们让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来更好的要求自己 记住你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牢记你的使命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你去摆正方向的 首先艺人就是要得一双星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得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品德 包括道德各方面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太重要 尤其是作为公众人物 其实你影响了很多人 其实你的整体一个价值观 包括你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是否是正面的正能量的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再来意义这方面就是 当然是你的技能 你的专业技能 比如说你的演技 我觉得这个也是 后面可能五年十年 我都要慢慢去磨练的一件事情 我用过选择的路 给时间看我态度 不准处贪图 不准备付出 选择一条骄傲的路 选择一条骄傲的路